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二月的料理影片呢 我要教大家来煮东芝牛骨浓糖 它可以应用在很多料理上面 所以很鼓励大家煮一锅起来 首先看到我们的煮材料有来自澳洲的 骨四牛 牛骨 然后跟牛腱肉 然后同时我们架上也有台湾牛的牛腱 所以我这两种我都有分别一起煮 来吃吃看它的口感 大家都可以这样试试看 然后还有白萝卜 洋葱 马告 生抽 还有葱跟米面条 米面条的料理我会在之后再剪一个 给大家看米面条怎么料理跟怎么应用 首先提到我们这个牛骨啊 我觉得它非常的干净 因为像这样给大家看就知道了 然后这个袋子啊 就跟大家讲我们的永续循环 就是东西重复使用它 所以像这样的袋子我都会留起来 这边看到我牛骨啊 我做走火水 就是从常温水开始去加热 然后倒滚 这样子把它的杂质逼出来 然后白萝卜如果比较大的啊 你就把它放在桌子上这样削 这样比较不会受伤 然后大家会问说 白萝卜如果里面是紫色的 或者是粉红色有没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 只要不要是黑色就好 就记得这一点 然后这边看到是牛骨 我让它走火水之后啊 它浮出来的就这样而已 其实没有很多 所以我们的牛骨 古式牛呢 我坦白讲 我觉得它真的比较不一样 然后这边看 这个牛骨非常的漂亮 然后捞起来之后呢 就稍微清洗一下 顺便把那些杂质都洗掉 然后我就来做第一次的炖煮 因为我用压力锅 所以我有分次 如果你没有用压力锅 用一般的炖锅 你就是煮的时间要拉长 就去判断你的汤汁的状态 你看打开 它有浓浓的牛油 我觉得非常棒 然后没有什么杂质 对所以外面大家在试啊 都要一直不停的捞浮油浮纸 其实我们的真的不用 古式牛的差别在这里 然后第二次炖煮的时候 我就倒洋葱下去 我把它分开 第一次先只有单纯煮牛骨 第二次就加洋葱 牛腱啊 古式牛的牛腱会有两块 然后台湾牛会有一块 所以我这三块呢 我也一样走活水 把它的渣子先逼出来 然后旁边这个压力锅再进行 所以同时就两锅 熬浓汤呢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所以一次熬就会熬多一点 这是我的想法 然后这是第二次咯 第二次压力锅打开 还是一样很漂亮很干净 真的没有什么杂质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样子相对省事多了 不用一直捞 然后看这个骨头啊 都已经把里面的一些骨髓啊 还有旁边的一些小碎肉啊 筋啊都已经煮得 非常的软烂了 我骨头就捞起来 然后把刚才已经有走活水的牛腱放下去 这是第三次炖煮 就煮牛腱 然后我会把刚才捞起来的 那个牛骨啊 旁边如果有一些碎肉啊 边边肉 我都把它再放下去 基本上我是不会在意啊 那如果有的人会在意 那你就不要 那如果有人觉得牛油太油 你要捞起来也可以 不过我是都觉得这些很珍贵 所以我全部都留在汤里面 然后刚才看到还有马告 然后跟芹菜 因为现在芹菜非常多 所以我也加芹菜 再来就是生抽 呃成员和生产者 有来过我们台南站所 他有提到 如果你在未开封的状态下 放超过一年 它就是老抽了 所以在我的柜子里面呢 随时都有四五罐老抽 我现在用的都是老抽 所以你就是呃 用了一瓶就补一瓶进来 然后按照顺序去用它 你每一罐都是老抽 老抽的味道跟生抽 还是会有一点不一样的 第三次炖煮完的牛腱 我切开让大家看一下 它的剖面图 很漂亮 这个古四牛的牛腱肉啊 我觉得它蛮好吃的 呃跟台湾牛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试试看 然后我切了葱花做了蛋皮 所以就看一下 再把它组合起来 东施牛骨龙汤 可以应用在非常多的料理 主要是我们熬煮出来的 这个浓汤 它有非常多的营养 呃可以拿来煮面啊 煮饭啊 呃煮汤水饺 或者是馄饨之类的 像这样子的热热的汤 然后丰富营养的料理 呃鼓励大家在家 自己动手做做看咯 我们下次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